我女儿在东莞的远祝江南 刚刚刷了我两万块的副卡 等一下 你先去我去把我的卡拿回来 你要找到阿丽西亚通知 人到了广州机场 然后在一个租车行 租了一辆车 开着去了东莞 我入到深圳 到广州 正好剩下最后一个通论档 然后我就从广州租车 一路开到这儿 那车是我租的 让你的人找到他 立刻带他回上海 你英文名字叫什么 阿丽西 我爸给我起的 谢千朵 你是跟你父亲的心吗 我跟我母亲的心 为什么会跟你母亲的心 这是我个人的隐私 你不要关注这个了 我跟你说重要的事情 援助江南要烂尾了 他一开始就是奔着烂尾去的 除了摄楼部以外 一个正经房都没有建 总共就一个经理 两个摄楼小姐 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 一个房子都没有卖出去 我严重怀疑 这是骗融资的阴谋 最重要的事 我打听出来那个人是谁了 林俊文 你确定 确定 是阿玉跟我说的 说她是林氏总公司那边的人 什么职位倒不知道 反正来头不小 因为总公司全都替她调遣 你怎么了 阿玉为什么要跟你说这些 就是我问着她呀 先看上里面这儿 我收信的高级调查师简言 与夏东一起负责 贵公司的案子 简言姐 您好 提醒您 我们接下来的谈话 可能会被录音留作存档 希望您配合 要配合什么 我们怀疑我们的调查师 在龙关正的调查中 受到了非法监控和跟踪 我们公司有追究责任的权利 所以希望您能够配合我们 提供一些信息 是苏三让你找我的 这是我的工作 让她亲自来跟我说 你什么时候知道我爸是秦柯的 就在刚刚 你为了贿赂阿玉 刷了秦总的卡 秦总知道 他女儿在东莞的原住江南 消费两万 给我打了电话 让我想办法把这个人带回去 为什么要离开福吉 学校是我爸选的 专业是我妈调的 学校是我爸选的 专业是我妈调的 我不喜欢 那既然要逃避 为什么要来欧训呢 从小到大 我爸天天忙 他觉得欧训是全天底下 最重要 最忙 最危险的工作 他最不希望的 就是我跟他一样 所以你是在跟他赌气 最开始的时候是这样 现在我是真的很想 在欧训上班 我觉得这是适合我的 你不是也是这样觉得吗 还是说 你想用我做后台 我根本不需要 现在陷入危机的是银河 我才是甲方 你们现在却在顾及自己的人身安全 你的工作就是危险的呀 被跟踪 被监控 这应该是加上电饭了吧 你们的工作就是这样的 你们是收了费的呀 李总看来您对我们的业务 还是有些不太了解 我再说一遍 让苏三亲自来跟我说 我是跟她签的合同 前也是直接打给她的 我只负责将龙棺证实地 调查的情况之会给您 以便于您对于接下来 项目执行的调整 有所心理准备 至于合同的问题 您可与苏总直接沟通 您等一下 你什么意思 什么叫项目调整 你要调整什么 这些我们的调查师 会直接与您沟通呢 谢谢您的配合 再会 你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系 等会儿 能不能你去向他救救情 让我留下来老大 我一定尽全力做好一个助理 我不合适 没有比你更合适的了 只要你能让我留下来 让我干什么都行 好不好 我体重你我的 你现在是欧迅的实习员工 你是去是留 我说了不算 你爸说了也不算 是欧迅的规章制度说了算 欧迅的规章制度里有一条 在项目结项之前 参与项目的人员 不得是按次离开公司 那公司的规章制度 对我来说就是一道保护屏障啊 这是你自己捂出来 不是我告诉你的 谢谢老大 定下午两点回上海的机票 你还是要送我回去 两张苏三让我们今天 务必回到上海 明白 没有问题 那我们去机场之前 我先去加油 加油之前送我去个地方 你去干吗 先生 有什么需要买的吗 万特林有吗 有 还有两个 还有两个 一号吗 这两天买万特林的人多吗 还跟往常一样 来 你看一下这个 这个女孩有来买过万特林吗 九五加买 加买 一共是十八块 抱歉先生 机器固扰只能收现金 手机可以吗 手机也不可以 抱歉 我没带现金 那算了吧 抱歉 我帮你付了吧 口感受了 谢谢 好的 先生 你可以用手机转交给这位女生 那 那个 我手机在车上 要不 你没事 不用吗 这几块钱 你好 谢谢您请 一共是十七块 可文 有病吧你 不好意思啊 对不起 对不起 来 这药吃了 怎么样 给你换了个商工车 好 两桌我能放下 能好好休息 谢谢 大约需要十六小时十八分 长途开车 请问中续航力程 开车